这一节就要真的讲极坐标方程式 上一节讲了一些最基本的方程式 比如说就是r等于3 或者是这个通过圆点的圆 这个r等于两倍的cosθ 那这个极坐标方程式呢 当然不止那些东西 那这一节呢 真正要讲这种形式的方程式 那这种方程式的画图 就是仍然是在直角坐标上画图 但是呢你必须要根据一个θ 找到一条射线 在这个射线上定下 跟圆点距离是r的那个点 那这个θ呢 如果从负二分之π 比方说从负二分之π到正二分之π 走一圈 还没有一圈 走半圈 走这么一回合呢 把它所对应的r都画出来 那么就会是正常来说 如果r都是正的 那就会在右半平面决定一条曲线 那当然这个θ如果从负π到π 那就真的是走了一圈 那走了这一圈呢 把它对应的r都画出来 都描出点来 这些点连在一起 就会形成所谓这个极坐标方程式的图形 后面我们要学几个图形 但是课本先告诉我们 在画图以前呢 注意对称性 注意对称性 那这个对称性可以帮助我们简化 画图的这个内容 比方说 什么样的图形会对称于x轴呢 就是啊 假如这边有一个点 这个点呢 这个坐标就是rθ 它对称于x轴 方程式图形对称于x轴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rθ在这个图形上 那它对称于x轴的这个点 也一定要在图形 也一定要在图形上 所以那r-θ 就一定要在图形上 那很明显的 这个比如说 比如说r等于4倍的cosθ 那因为θ是偶含 因为cos是偶含数 所以如果rθ在这个曲线上 那r-θ 也一定在这个曲线上 其实我们知道 它就是在右半平面的一个圆嘛 当然它会 而且直径在x轴上 所以这个圆当然对称于x轴 那要小心的是 对称于x轴 除了rθ和r-θ以外 还要小心 就是在这个射线上 这个射线的夹角会是π-θ 一个补角 那但是如果r是负的 如果r是负的 那么它也是对称于x轴的这个点 所以对称于x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在方程式上面 如果有这个性质 它的方程式图形 就会对称于x轴 几轴标的方程式 当然也可能对称于y轴 对称于y轴的意思 当然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点rθ 在方程式的图形上 对称于y轴的那个点 也一定要在方程式的图形上 那左边这个点的坐标呢 如果r同样是正数的话 它当然就是在π-θ的这个夹角方向 π-θ的这个夹角方向 的这个距离为r的那个点 那类似于刚才的情况 其实要小心 这个r如果是负的 那它就会在这个对面的方向上 这个对面方向的浮角呢 会是负θ 所以也就是负r负θ 如果也在图形上 那这个图形呢 就会对称于y轴 如果同时对称于x轴 又对称于y轴 那就叫做对称于圆点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假如一个点rθ 在图形上 对称于圆点的对面那个点 对面那个点 这个点也一定要在图形上 那对面那个点就是差180度 也就是说 甲角呢 或者浮角呢 必须是θ加π 而跟圆点的距离 当然就还是r 所以这个点 就是说如果rθ在方程式的图形上 而rθ加π也在方程式的图形上 那就是对称于圆点的 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对称 就是这个就在这里 这个方向角呢 仍然是θ 但是r变成了负r 那比方说啦 这个r平方等于cosθ 随便写个方程式 那因为是r平方的关系 所以只要rθ满足了这条方程式 负rθ当然也就满足这条方程式 所以这样子的图形呢 都会是对称于圆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 先不要看那个微分的部分 我们就看第一个画图的立体吧 这第一个立体呢 画的是r等于1-cosθ 首先我们看到cosθ是偶函数 所以如果rθ在这个图形上 那r-θ也在这个图形上 它就对称于x轴 那因此呢 我们就不需要画下半平面 假定我们把上半平面都画出来 那下半平面就用对称就好了 那么于是这边就课本就做了一张简单的表 这个θ因为我们只管上半平面嘛 所以这个θ只选了从0到π之间 0到π之间的一些特殊角 然后我们就计算r r就是1-cosθ 因为cosθ不会超过1 所以这个r当然都不会是负数 所以怎么做呢 这个θ等于0就是这个射线 那这个射线得到的r是0 所以呢其实就是圆点 然后呢我们在60度角 3分之拍的地方画一条射线 这时候r是1 2分之所以得到这个点 然后在90度 2分之拍的地方画一条射线 得到的长度是1啊 所以在这个点 接下来这个120度 3分之2π画一条射线 然后沿着这个射线r是2分之3 所以画到这里来 最后呢 θ等于π的时候是这条射线 那r等于2画到这里来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图形在上半平面呢 就是大家在课本上看到这个样子 下半平面就用对称就好了 对称把它画过来 那记得这个参数方程式都有一个运动的方向 这个θ是一个有向角 从0跑到180 从0到π或者从0到2π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曲线的运动方向 这个曲线的运动方向 是逆时针的方向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这个图呢 大家看得 不晓得你觉得它像什么 反正古时候的人呢 认为它长得很像心脏 所以这种图形称为心脏线 心脏线名字在这里 你会看到以后有很多很多oid这样子的字根 这个字根呢 就是曲线或曲面都会用这种字根 以后你就会看到 那cardi这个字根呢 大概我们学数学的时候比较少看到 其实它就是心脏的意思 很多跟比如说心电图啊 跟心脏有关的这个医疗器材 或者疾病 你就会看到cardi这个字根出现 第二个例子呢 是r平方等于4倍的cosθ 刚刚有说过 看到r平方就知道它对称于原点 那么cosθ又出现了 所以它又对称于x轴 既然是对称于原点又对称于x轴 它就当然对称于y轴 所以这个图形 就只要画一个向线就好了 那再看呢 这个r平方 所以r平方的右边 当然要是正数 才有解 所以这个θ呢 是从-2π到2π之间 才值得去画图 但是刚刚有说 因为对称于x轴 又对称于原点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画一个向线 因此我们就可以偷懒一点 我们这张图呢 只要画θ在第一向线 还有这个0度跟90度 这两个方向就好了 课本 对 仍然是给我们做了一张简单的表 好 那这张表它还做了有负的角度 但是我们不需要理会这件事 那大家看这个0度的时候 0度的时候呢 r会是正负2 所以这个图形 θ是0度的时候 我们就取一个正2就好了啦 因为等一下用对称性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点 那30度角的时候呢 r是大约1.9 我们得到这个点 然后45度 4分之π的时候 r是大约1.7 短一点点 在这里 那这个60度 3分之π的时候 r是1分之1 再短一点点 在2分之π的时候呢 r是0 所以就通过了原点 因此 从这个θ 从0到2分之π 有一个这样子的运动方向 这样转过来 不要画得太圆 其实它不是圆 好啦 那这个 它所对应的那个 刚刚说它对称于 刚刚说它对称于原点嘛 所以当右边的 这边出现一点的时候 对称的那一边会出现一点 所以当这个曲线 这样子走过了 它的第一向线图形的时候 同时这个曲线呢 就走过了它的第四向线 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 根据对称性 它就会完成 第二跟第四向线 所以这个图形呢 如果用动画显示的话 是同时在动的 同时在动 然后它们在原点会合 然后这边又再下去 这边又下去 所以两个圈圈 同时在运动 这就是这个参数方程式 假如让θ从0走到2π的话 我们会看到的运动的方式 然后后面这一小段呢 这一小段呢 再说画图的技巧 我觉得它这个技巧不怎么高明 大家不用看了 总之我们应该很清楚 就是先用对称性 决定我们要在哪一个范围里面画图 然后画图的方式就是 从θ θ这时候要当自变数 θ决定了以后 就画一条射线 根据那个r在射线上 或是射线的反方向上 取得一个点 然后把这些点连起来 最后一个例子呢 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Let me skate 那简单一点的说法 就是八字环或者是八字节 但漂亮一点的说法呢 就可以说是蝴蝶节 蝴蝶节或者是蝴蝶环 这种图就像这样 这种图画出来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式 或者你也好像会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无穷大 无穷大的符号 好第三个例子呢 其实它并没有真的 好好画出来给我们看 请同学自己 根据前面的方式来画图 事实上你将来还有机会 在这里 在课本的十一之四的习题上面 十四题十五题 都是画Let me skate 这是八字环 或者是蝴蝶节 这个十一点四的习题呢 从第一到第十二题 都是蛮基本的 集中标方程式 请你就用刚才的方式 先找到对称性 这样你可以少画一点图 然后再用对称性把它画出来 虽然课本没有问你们 但是希望你在做这种图形的时候 都要请你心理记者 这个方向性很重要 将来我们在做微分 或者是速度向量的时候 它很重要 十八题要你再画一种心脏线 然后二十题要你画一个 也是蛮漂亮的名字 叫做四半玫瑰 就是它画出来 你也许会觉得了 它像一朵玫瑰花 而且有四半玫瑰 当然你就想可能有六半玫瑰 可能有八半玫瑰 然后二十五跟二十八题呢 是不等式 请你把这个不等式的区间 可能是无界的区间把它标出来 二十九题稍微麻烦一点 不过你只要画几个点就好了 反正就是说 它问AB两个方程式 哪一个的图形跟 R等于1-cosθ的图形是一样的 最后其实你会看到这里 没有要你微分 但是课本上有讲微分了 那我们还是知道一下好了 那习题里面都没有叫你微分 怎么微分呢 那假如我们已经画出了急走标方程式 像这个地方急走标方程式 而且像这个 像我在这边的这个点 在三分之π的时候呢 它通过二分之一 就是R等于二分之一 θ等于三分之π的这个点 所以在这一瞬间 在这一瞬间 它当然有个切线 有个切线 这个切线的斜率是什么呢 你仍然要算出这个dy over dx 仍然是要做这个计算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怎么做dy over dx的计算 其实不要背公式 很多同学看到这边写的公式 就会很努力的想要把它背下来 其实还是一样用 莱布尼茨符号的想法 把它变成一个凡分式 分子跟分母呢 通通除以dθ 这样就变成y和x分别要对θ为分 那如果是要做某一个点的切线斜率 也就是要做导数的话 你要带入某个θ 比如说像刚才 你需要带入三分之π 好啦那dy over dx怎么做计算呢 千万不要背公式 因为前面学过 y就是rsinθ 而这里有一个方程式 刚刚不是说方程式就是r等于f of θ吗 所以就是f of θ乘上sinθ 反正你就是把这个式子算出来 这个式子算出来以后 它就是一个θ的函数 所以你就可以对θ为分了 千万不要背上面写的 千万不要背这一大堆公式 这个公式会让你背的头很昏 你只要记得 y是rsinθ 而x是rcosθ 我相信没有人会忘记这件事 然后r要把它带进去 f of θ 这样就好了 你就得到一个θ的函数 那分别让y和x都对θ为分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分式 就是相处了 你就得到了微分的公式 或者是你就得到了导数